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Retail Lecture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Blue Frog,蓝色青蛙 这篇文章的篇幅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相对比较长的 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讲故事或者说是以一种叙述的形式来向我们介绍青蛙的一个品种 它里面的关键词并不是特别的多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篇文章 第一句话的时候呢,文章就提到了说是我们的作者说呢 青蛙本身呢,是有非常多的品种的 并且呢,它的品种呢,是超过7000个那么多 大多数这些品种呢,都是nonternal,夜间出现的,夜间生活的 夜间生活的,我们知道它就意味着它们只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会出来 接下来呢,有个BUT引导的一个转折 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些青蛙呢,它其实是在白天的时候出来的 并且呢,这些白天出来的青蛙呢,它们有非常明亮的颜色 而Blue Frogs,蓝色青蛙 它是一种剑毒青蛙,就是剑毒青蛙呢,也就是蓝色青蛙中的其中一种 而且呢,它也是白天出来的 接下来呢,又根据Blue Frog文章又说到 就说呢,它其实呢,有一种Blue Frog就叫做剑毒蛙 至于为什么叫剑毒蛙的原因呢 那就是因为当地生活在亚马逊的人呢 当他们被送到南美的时候呢 他们要抓这种青蛙 并且呢,使用小剑来在青蛙的背部皮肤上滚动 然后呢,再用这个键呢,去射杀Monkeys 这个呢,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这些青蛙呢,特别的有毒,有剧毒 并且呢,它们有什么呢 神经毒素在它们的皮肤上面 所以呢,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它们呢,穿了一个盔甲在自己的表面皮肤上 好了,以上就是第一段的一个内容 主要呢,就讲了一下我们的蓝色青蛙 引出蓝色青蛙这个概念 并且呢,引出剑毒蛙 它的毒性呢,是非常强的 接下来让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二段呢,一开始就讲了 就像是什么青蛙或者说是两栖动物 与其他的脊椎性动物不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们有很特殊的线体 特殊的线体呢,是可以分泌出一种防御性的液体的 防御性的混合物的 并且呢,这些大多数呢,都是很有毒的 如果有什么东西呢,试着去咬它们的话呢 它们的毒素呢,就会释放在咬它们东西的那个嘴里面 并且接下来什么会发生呢 那就是,捕猎者呢,它们的肌肉会停止工作 所以说呢,它们也就不能再继续咬 并且它们也会进一步停止呼吸 接下来又说到了,就是说所以呢 一些这些青蛙呢,它们是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 它们的,它们不仅危险 并且呢,它们是在day time 就是白天的时候出来运作 或者出来工作,出来捕食的 所以说呢,它们迷人的颜色呢 或者说它们有迷惑性的颜色呢 非常的明亮 可能是红的,也可能是蓝的 也可能是oranges,就是橙色的 这些基本上呢,都是说明了什么呢 都是说明它们呢,是有一个非常剧毒的潮的 以上呢,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 而我们看到第二段,它其实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二段主要就讲了这个蓝色青蛙 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的毒素呢 可以在敌人咬它的时候呢,释放出来 让敌人无法的继续咬动 接下来可能就是被毒死了 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篇的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在这里面 其实参考答案里面的要点呢 核心点并不是很多 大家呢,可以试着练习一下这篇参考答案 练习结束之后呢 我们这篇的Retual Lecture就结束了 好了,谢谢大家